万和天一还是生错了时代 他们的吐槽短剧 直接领先版本十年 在长视频时代杀出重围 却在短视频时代来临时演其息骨 现在一些短视频里玩的很多梗河套路 都是万和玩剩下的 无论从内容丰富程度 笑点包袱 底层内涵 还是形式上的千奇百怪等 各种方面来说 万和天一都太超前了 明明最初只是一个草苔班子 资金紧缺 不仅简陋 用着五毛钱的特效 每个人都要身兼数值 白克柯达是演员也是编剧 小爱既是内容总监又是编剧 孔女神一边做着五毛钱特效 一边在剧中男扮女装 大波浪子墨和教授一小型是导演 宝洁小妹葛布是销售 而本玉则是销售型策划 没有经费 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却凭借着对创作的热爱 开创了一个网络微短剧时代 万万没想到 用搞怪又无理头的台词 讽刺社会现象 甚至放到现在也并不过时 讽刺选秀选手麦惨 甚至精准预言了国足0比7惨败 初看是喜剧 再看已是现实 而报告老板更是集中输出 疯狂脑洞 大胆内涵 不仅有单纯的搞笑 还有直接的内涵 如果我是一个买不起公交卡 充不起QQ会员 吃煎饼果子加不起蛋的女孩 你还会喜欢我吗 他们不同于现在一些影评博主 为了吐槽而吐槽 而是吐槽致敬在创作 借用观众熟悉的设定制造共鸣 再用自己的套路出乎意料 他们用恶搞的方式 肆意的去表达 去输出 去讽刺 一些内容放到现在 根本过不了沈 现在想来 与其说他们生不逢时 不如说或许正是由于 处在那个时代 才能百花齐放 野蛮生长 才会有这样一群年轻人 单纯为了创作走到一起 我觉得我们这帮人 就是创作这些 凑到一块 就是因为创作凑到一块 而现在的他们 也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依旧在绞尽脑汁 带来更优秀的作品 为我们创造快乐 而我们怀念万和天怡 或许也是在怀念那个时代 怀念我们的青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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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